Rich Holken是英国一间理髮店的老板,最近他突发奇想,准备重新装潢一下店里的地板,装潢商估算了一下,给出的报价是1000英镑,约新台币4万元。 Rich被喝了一跳,只是个地板而已,要不要这么贵,最后他决定不用装潢商,亲自动手装潢,一切都是钱闹出来的。 Rich索性用钱铺地,这听起来很夸张,其实用的钱不多,因为他用的全是一变式的硬币,铺完地板算了一下,一共花了7万个硬币,约新台币2.8万元。 比装潢商的报价便宜多了,为了把这些硬币铺在地面上,他们花了整整一个礼拜,他们每天都要拿现金去银行兑换,再把几百个硬币带回来。 现在地板终于铺好,看起来很有个性,而且不比专业装潢商做的差。 这特别的地板还成为了他们店里的招牌。 每天都有人专门过来拍照。 他们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,生意当然也变得很好。 这一个礼拜的努力没有白费,他不仅用最少的钱铺好了地板,还迎来了更多客人,一点点创意就能改变一切。 Rich不仅仅是一位好理法师,还是个很棒的设计师啊。